魏老师好 好好好 蒋女士今年是46岁 对 结婚二十年 二十年前就玩姐弟恋 你们那会儿算特新潮啊 反正是感情认完了 谁也说不明白 感情上来谁也说不明白 现在有孩子了吧 有 多大了 十六了 十六岁 是个女儿是吧 对 感情挺好的嘛 别闹了吧 关系时都是家庭所遂一些小事 大姐说说吧 二十年怎么样 她是搞那个策划 舞台策划的 我春天东奔西跑的跟你走 有一期在火车上 给我动的 下楼子多不方便呢 你妈七十多睡了 有我妈四十大吗 我妈都八十了 还吃我呢 当时我爸爸这身病床 让我妈还吃我呢 你家人讨问我妈 问问我妈 一定关心的话都没有 再也说了 我妈她这上下楼不方便 二是说 她连菜市场都不知道 在哪儿啊 一个农村呢 你说是不是 她再不知道 回家给我做个伴 给我擦口大米粥 我也能感觉到得到温暖 但是她管过吗 你说我这里的 来位受几下板击 你说叫我咋做啊 你说我 我是说我妈好呢 还是说你好呢 你说我 我说我妈 我妈四十大了 然后给她 万一整点毛病啥 医院啥 你怕你妈有病 你就不怕我有病吗 我谁都怕 我现在 我谁都怕呀 我现在 来一句 来一句 接婚二十年了 是吧 我知道有很多的苦 但是您好 以上列举的 这个诸多的事实 跟她都没什么关系 毛头直指她妈 反正你也不跟你婆婆过 你们俩今天来 是怎么着 申诉婆婆大会 我不想跟她过了 为什么呀 这不都是她母亲的事 或者她家庭的事吗 她母亲的事 跟她没关系 她不为我做主 一句公道话不说 那说说 我亲生 你说咋做主 我媳妇 那你说过公道话吗 啥事 去年 去年咱们 你哥要在北京 包沙场 非得找你去 咱们也去了 到那一看 那是叫沙场吗 那不就骗咱们吗 但是我给你带回来了 带回你 你嫂子 回家 到天晚上 就开始骂我 趁着我钱 没给她投资 沙场 那不叫沙场 我能投资吗 你嫂这样子骂我 你哥一声不知 你哥哪会说一句话呢 哪会说一句公道话 我也不能跟你们家 生争大气呀 她说我哥和我嫂子坐的事不对 不对你说叫我咋整吧 你说我是能叮当 捶他两句呀 捶两下着 还吹他呀 你哥坐的对吗 我哥坐的 你哥坐的对吗 他不对 不对 不对不就不对了吗 当时我 为什么让你爱人出面 不是你出面说 哥这事我做不了 我说了 我说了 说了不就完了吗 那为什么他骂你媳妇呢 关于是他浑的 谁浑的 谁浑的 我嫂子呗 你嫂子浑的 你干嘛去了呀 我这眼睛 不能跟他浑的 然后就让你媳妇受罪 你是个做 我说不好 那玩意 你说这 我得着他 所以你就别说了 行了 家里的事不说了 他对你怎么样 他对我还行 那不就得了吗